好 请大家在上课之前调教动机 为了另一节的养生 是我们在日国的佛陀的本位 另一节的一个动机来 今天提到八十七十亿的课程 那我们上一堂课呢 已经讲到七十亿当中的第四 也就是说八十当中的第一 就是相知有十个能表义当中的 就是第四 大圣的自信 大圣的自信法性 自信种性 那自信种性呢 就是分为 这个课程的话呢 就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八十七十亿当中的 它的定义 那然后上次已经讲到它的定义啊 还有呢 这个什么界限 那然后 就是分类 这三个部分呢 已经讲完了 那然后呢 要补充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这样 那然后第二的话呢 我们就讲那个 就是不了义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说八种 义趣 密义 就是八种义趣密义 那然后呢 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 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 自信种性 就这三个部分啊 那然后 第一个部分当中呢 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 它的定义 那然后 界限 那然后的话呢 十三种的这个分类 那在 在讲这个十三种分类的时候呢 现观专业论当中 它 当然是不会 直接地提到 这个十三种的 什么 就是大圣的自信 种性 那它在 说明这个 大圣的自信 种性的时候呢 它就是 主要是说明 大圣的 十三位菩萨相续 当中的 十三种道 就是 十三种 正性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十三种 正性 那然后呢 十三种正性 上面的这个空性呢 就是大圣的 十三种自信 种性 就是它是 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表达的 那十三种自信 种性的话 那我们 上次呢 已经 就是 搭配这个 现观的 那个本颂 它已经 就是讲完了 那然后 今天要补充的 那是 十三种自信 种性当中啊 十三种自信 种性 和那个 十三种正性呢 它们的关系 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里 说一下 它们的关系呢 就是 哪一所一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那 所一的话呢 就是 这个空性 哪一的话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十三种 这个正性 就是这样 那 举一个例子的话呢 比如说 大圣的 加行到 暖 暖 为 暖的上面 暖呢 它就是 所 哪一 然后呢 所一的话呢 它的上面的空性 就是 所一 所以呢 加行到的 暖和 它上面的 这个空性的话呢 就是 哪一所一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所以 它在这里呢 直接讲到的 就是 十三种的 这个道 那 然后说明呢 就是 透过讲 这个十三种的 正性 然后说明 十三种的 正性 上面的 这个空性呢 就是 十三种的 大圣的 种性 就是 这样讲的 那 在十三种 种性当中的话呢 就是 他们的 这个 哪一 哪一呢 十三种 这个 正性吗 那 在这里的话呢 首先 第一和 二 第一和 不是 第二 就是 第 第七 和 第八 我就是 在这里啊 想 补充一下 第七 和第八 的这个 差别 然后 就是 第十二种 就是 立他 剑刺 正行 立他 剑刺 正行 那 第七 和第八呢 就是 对质 正行 和 能断 正行 这两个啊 那 我在 举例子 的时候呢 我举的例子呢 就是 第七 大圣的 剑道 无剑道 那 第八 能断 正行呢 他的例子 也是 大圣的 剑道 五剑道 这三种啊 就是 都是一样的 他这个 他的例子来讲的话呢 就是没什么的区别啊 但是 这两种的区别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 第七 对质 正行 和 哪段 正行 这两种的区别 好 就是 从这里 念一下 问那么 比对质 正行 那么 比对质 正行 能断 正行 二者的体性 为何 以能 对质 断除 所断品 之理 为何 答 这一点 经上说 日 一轮 陷 陷 陷 显 实 暗 不可 住 不可 原 又说 再如燃起 结火 时 一切行之 像 稀 无可 住 无可 原 一如所说 而在解释 对质 与断除 的本事 也说 之后 由此 所生之力 如同 将偷者 逐出 及 急于 关闭门 般 乃是 同线 能对质 与 所 制品 之 生 与 遮 等 好 那这 连者的 关系 我就讲 重点 这里 在这个地方 他 就是提出了 两种的 辟语 两个辟语 那第一种 辟语的话 就是 日轮 现 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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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 暗 必 无可 住 无可 远 第一 是这样的 那然后呢 再如 燃起 结火 时 就是 用这个 什么 就是 结火 来就是 打比方 的 那 那 然后 后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批语啊 那这个 批语呢 就是 就是那个 驱逐 小偷的 这个 批语啊 驱逐 小偷 就是从 家里啊 驱逐 房间 从房间里来呢 驱逐 小偷的 这个 批语 就是有三种 的 批语 那这个 三种 批语呢 也就是说 这个 对质 阵型 和 哪段 阵型呢 就像 那三种 批语 一样 那 对质 阵型呢 还有呢 哪段 阵型 的话 它其实呢 是一个 道 它没有 差别的 没什么 差别的 它都指的 就是 见到的 无间道 或者是 修到的 无间道 就是 就指的 就是无间道 无间道 没有什么 其他的 就是 无间道 那这个无间道 的话呢 它比如说 比如说呢 就是这个 无间道 的话呢 它有 脸肿的 这个 作用 就是脸肿的 作用啊 这个脸肿 作用呢 它是 同时 起到了 就是脸肿的 这样的 作用 那 比如说 就是日轮 升起的时候呢 同时 可以明了 大地 那同时呢 也可以去 出黑暗 这个就是 日轮 升起的 一个脸肿 的作用 然后呢 就是火 燃烧的时候 那在旁边的人呢 就是可以得到 温暖 就是温和 同时呢 也可以去除 他的这个寒冷 所以呢 火 它在燃烧的时候 可以 就是 起到脸肿的 这样的作用 那 然后呢 就是小偷 从这个房间 就是家里面啊 从家 就是 驱逐 的时候呢 同时 可以 关掉 这个家门 所以呢 就是 就是圣者的 大圣的 这个根本质 的 无间道 它也同样呢 就是有 两种的作用 第一种作用呢 就是 对治 烦恼 就是对治 他的那个 锁断 第二的话呢 就是 消除 他的锁断 就是他 有两种的 这些作用啊 所以对治 起到 对治的 这个作用的 部份呢 就是因为他 比如说 剑道的 这个无间道 因为他 就是起 因为他有 这个什么呢 对治 所支战的 这个作用 所以呢 称之为 对治 阵型 那然后呢 他又 在对治的 同时 他又 去除了 这个 自己的 这个 锁断的 锁断 所以呢 又叫做 哪段 这个阵型 那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 第十二 好 第十二个 阵型的话呢 是 立他 劲刺 阵型 那他呢 就是他的 界限呢 是第十地 的后德制 的时候 才有的 就是 十地的话呢 他十地 刚升起的时候 是 就是 根本制嘛 他是 无间道的 那然后呢 不是 他升起的时候 就是 无间道 那然后呢 就是 解脱道 那然后 从这个 解脱道呢 就是 转到 这个 后德制 解脱道 他就是 根本制嘛 那转到这个 后德制的时候呢 就是 十地的 后德制 那这个 后德制的呢 他就是 立他 见次 阵型 那其他的 这些阵型的话呢 他当然是 菩萨的 相续当中的 道嘛 所以呢 也是立他的 但是 其他的 他没有 加到什么 没有提到 这个立他 但是特别的 强调 这个 十地 菩萨 相续当中的 这个 阵型的话呢 他就是 立他 见次 阵型 那为什么 要强调 这个 第十地 后德 为的 这个 菩萨的 这个 阵型 是立他呢 因为呢 就是 到了 第十地 的时候 那他 就是 教化 众生的 这个 势力呢 已经达到了 就是 随顺与 佛陀 一样的 建立一个 程度 他已经达到了 这样的一个 就是 境界啊 那 随顺的意思 就是说 就是跟 佛陀 佛陀呢 就是 利益 有情的 这个 事业 他的 功效 就是 第十地 菩萨呢 他在 就是 什么 就是 宣说 佛法 的时候 那他 跟佛陀呢 就是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差不多 就是 他还 没有 达到 这个 佛陀一样的 圆满的 这样的 事业的 就是 事例 但是呢 就是 差不多 就是 这样的 那 为什么说 随顺与 佛陀呢 他的 这个 事例 因为呢 到了 十地的 后得志 的时候 他 就是 为 众生 宣说 佛法 的 这个 方式呢 就是 在 这一点 上的话呢 就是 认为 跟 佛 是 一样的 就是 跟佛 是一样的 就是 这个意思 随顺与 佛 所以呢 这里面的 随顺呢 他指的 就是 他们 为众生 宣说 佛法的 这个方式呢 第十地 菩萨 还有佛陀 就是 特别 特别的 这个 相近 好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我们就 讲一下 就是上次 还没有 讲到的 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 祭宋吗 还没有 讲吗 这个 自信 中心 中心的 部分呢 本 宋 他有 三个 祭宋 那两个 祭宋的话呢 他就是在 说明这个 十三种的 自信 种信 那后面的 就是第三个 祭宋的话呢 就是 对于上面的 就是 就是为实派啊 他就是 对于 前面的 这个 自信 种信的 分类的 一种 就是 辩论 就是 正论吧 应该要说 正论 所以我们 还是看到 这个 宪观本颂 宪观本颂里面呢 就是这样 法界无差别 有没有找到 有 法界无差别 种信 不应益 有哪一法益 故说 比差别 就是 有一个 寄宋啊 那 前两句的话呢 就是 为实派 为实派呢 就是 对于 这个 种信 自信 种信的 这个 分类 所以呢 像这个 什么 中观自信 中观自信 派呢 就是辩论 就是对中观自信 的一个辩论啊 所以说 所以说前两句的话呢 它就是他中 他中的辩论 那然后后两句的话呢 就是自终的这个回答 那怎么辩论 那怎么辩论呢 为实派 就是法界无差别 种信 不应益 不应该他有见的差别 分类的见的差别的意思啊 那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为实派呢 他主 他呢 就是 认为这个自信 就是连种佛性当中的自信 种信 还有呢 随真种信呢 都是 所作 也就是说 都是这个无常 他认为都是无常 所以呢 就是中观自信派 他们呢 就是提到这个自信 种信 它是一个无常 而且呢 是一个空信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他觉得 特别特别的奇怪 所以呢 他就像这个 中观自信派 就是 就是反鲍发起这个什么 这个辩论嘛 那他是怎么辩论呢 意思就是说 他是这样辩论的 法界无差别 法界呢 就是空信 无差别的意思呢 就是一切 就是一切法德 上面的这个法界呢 他 就是 从 自信 清静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差别 就是没有什么的差别 都是在法界的一个状态当中 空信的状态当中 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他是经验辩论的 嗯 如果呢 只有法界空信 才是自信 种信的话 他就是 像中观自信派 经验讲的 那么 因为一切法界 他是 从自信的 亲近的 体信角度 来讲的话 都没有任何的差别 因为他们都是 住于一个空信的 这样的状态嘛 都是一样的意思 因此呢 三圣的这个自信 种信 也没有差别吗 如果没有差别的话 那不可以分为 不同的三种的 自信 成像 自信的 种信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他 就是见变类的 所以呢 法界 无差别 种信 不一一 法界呢 就是 三圣 的 道德 上面的 三种 法界 空信 因为 没有差别 他们都是 空信 所以 这个 这个 种信 不可以分为 三种的 差别吗 他们都是空信 没有区别的意思 就这样 这样辩类的 那然后回答的时候呢 有 有 一 法 义 故说 彼 差别 意思就是说 虽然如此 但是呢 因为 三圣 有各自的 不同的 正性 因为 三圣呢 它有 不同的 三种 道嘛 因此呢 三圣 上面的 道 三圣的 不同的 三种 道上面的 这个 自信 种性呢 也可以分为 三种的 自信 种性 可以分为 三类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 中观 自虚派呢 就是 对这个 唯实派的 一个回答 那 它的 这个 回答的 这个 档案呢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 以 法界的 角度 来讲的话 就是 你说的 一样 没有什么 区别的 但是在这里 分为 三种 种性的 原因呢 不是以 法界的 角度 来讲的 它是 以 哪一 三圣 的 正性 有三种 所以上面呢 分为 三种 的 种性 就是 自 自宗 就是这样 回答的 好 那 然后呢 那 然后 下面呢 我们 前面我们 讲到了 那个 在 第十 十地 后德 制 的时候呢 就是 十地的 那位 菩萨 他就是 宣说 佛法 的 这个 宣说 佛法 的 这个 什么呢 他的 这个方式呢 就是 随顺 与 这个 佛陀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他就 会 讲到 一个 问题啊 什么 问题呢 那 十地 菩萨 和佛陀呢 他们是 用什么样的 一个方式来 就是 宣说 佛法 为 众生 宣说 佛法呢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就会提到 连种 那就是 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宣说 佛法 所说的 这个法呢 就是 有连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 了意 就是 了意的 经 那第二种的话呢 不了意经 所以 意思就是说 佛陀 宣说 佛法呢 就是 要么 就是 了意经 要么 就是不了意经 就是 只有 这 连种 那 这个 实地 菩萨呢 他也在 为众生 宣说 佛法的时候呢 就是 不管是 从 了意经 或者是 不了意经 这个角度呢 就是 宣说 佛法呢 他都是 跟 完全 就是 跟这个 佛陀 是一样的 他能够 见说法 所以呢 就 提到了 这个 了意和 不了意经 的 这个 部分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要讲一下 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个 就是问题啊 所以呢 了意和不了意经 所以八种 意趣 密意呢 他都是 从不了意经的这个角度来 就是 解释的 所以 就是说 这个八种 意趣 密誉呢 就是 佛陀呢 在宣说 这个不了意经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呢 他有八种的方式 来为众生 宣说 不了意经 那 那 那八种呢 就是有 四种 意趣 还有呢 四种 密意 就是用这样的 八种的这个方式来 会这个 众生 这个 宣说 不了意经 所以呢 我们 这个八种 意趣 密意的话呢 他就是 可能要花 一堂课的这个时间来讲 那这个呢 就放在下一堂课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要讲的 就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 就是提到 这个八种 意趣 密意的时候呢 首先要讲一下 了意和不了意经 的 这个问题啊 所以请大家看到 看一下课本 好 课本 请帮我们念一下 第几页啊 140页 十六八种 意趣 密意 问 那么 第十第十 作立他之理 得 与佛等同随顺 是以何缘故而得呢 答 有的 彼时 是以八种 意趣 密意 之上 得到 对所 度 有情 能够自主 说法的 特殊能力 所知故 问 那么什么是八种 意趣 密意呢 答 述说这点 是说 彼后如其所失等 得通达此 需先了知 了不了意的建立 若宣说彼意及 无尽会所事经说 何等 名为了意经 何等名为不了意经 若有安利展示世俗 此等即名不了意经 若有安利展示胜意 此等即名了意经 那好 那八种 义趣 密意的话呢 我们就 放在 下一堂课 那在 解说 这个 问题的时候呢 首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 了意和不了意经 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 了意呢 它指的就是 世俗地 比如说 就是我们一般 看到的这些 就是色身相畏处啊 等等这些东西嘛 就是非空性的法 就是世俗地 那这些都是了意 那不 啊不是啊 刚才这个讲错了 更正一下 了意的话呢 它指的 就是 圣意地 就是圣意地啊 空性 那然后 了意经的话呢 就是主要说明 主要说明 空性的 这个 佛的教言呢 叫做了意经 那然后 不了意的话呢 它指的就是 世俗的法 比如说 色身相畏处 等等 非空性的 这些法呢 就是不了意 那然后 不了意经的话呢 指的就是 啊 主要是说明 这个 世俗地的 啊 这个佛的 经教 啊 佛的这个 教言 这些呢 就是不了意经 所以 了意和不了意经 是有区别 了意呢 它指的就是 所权 所表达的 这个 内容 了意经的话呢 能表达的 这个 教言 不了意呢 指的就是 所表达的 这个 内容 不了意经的话呢 就是 能表达的 这个 佛的教言 就是不了意经 就是这样一个 啊 区别啊 首先要 啊 就是一般是这样 区分的 那然后 这个了意和不了意 的话呢 我们 就是结合 这个四部中意的话 四部中意当中呢 啊 就是 毗婆沙宗 还有呢 金部宗呢 啊 他们 不承认什么 啊 了意和不了意经 的这样的一个 啊 观点啊 他们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这样的 观念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 中规里面呢 完全没有什么 空性 就是没有什么 空性啊 虽然有二地 就是 圣意和 什么 就是这个 世俗的说法 但是呢 这个圣意呢 他根本不是 啊 就是中观和 这个维使派 他们所提到的 这个空性 所以他们呢 也完全不承认 这个空性 呃 因为不承认 这个空性呢 所以呢 就是小圣的 皮婆沙宗和金部宗 他们就是不会提到这个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话题 那特别呢 呃 就是说 他们呢 就是不承认大圣的这个佛经 比如说 就是十万诵啊 还有呢 两千诵 不是两万呢 还有呢 八千诵 这些都是什么 呃 就是有一些大德呢 他们后来自己杜撰的一些这个 啊 书籍 就是小圣这些呢 他们根本 就是不认同这些经典啊 所以呢 也不会什么 就是讲这个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样的一个 啊 就是话题 那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出现在大圣的宗派当中啊 大圣的宗派呢 有三种的门片 所以说 呃 唯使派 中观非为两种 就是自序 还有呢 应成就是两种嘛 所以呢 这三种 呃 大圣的这个 呃 就是 中意当中呢 就出现了就是这个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样的两种的就是区别 因为他们认为啊就是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呢就是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了意经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不了意经就是这样的两种的经典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因为这个三个宗派呢他们的这个啊不同的这个中意嘛所以呢这个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个啊定义呢就是也有所不同啊 那首先呢我们讲一下为实派的啊 啊 而呢 就是了意和不了意经的这个定义 那为实派呢 呢 唯实派的话呢 他的了义 了义经的这个定义的话 他是建认为的 就是可以按照字面的表达 来理解其内容的佛的教言 就是了义经的这个定义 那比如说 在什么论战当中呢 有提到 就是在讲比丘戒的时候呢 佛陀说 就是比丘的这个裙子 就怎么穿怎么穿 就是有一个 他有就是有几句话 那这个呢 就是了义经 因为呢 就是佛他所说的 按照他的字面的所说的 那样可以去理解他的内容 那相反的话呢 就是不可以按照字面的表达 来解释其内容的佛的教言 不了义经的定义 这个是为实派的 那我们呢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 那这个呢 就是特别特别的多 比如说 比如说 波热经 就是十万诵 还有呢 八千诵 心经 还有金刚经 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表面说明是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信 准利嘛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以这个为实派来讲的话 他们是难以接受的 他们就是听到这个一切法 没有自信成立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 那这样的话呢 特别的糟了 一切法都没有 就是不存在啊 就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嘛 所以呢 对他们来说 这个心经 就是波热经的话呢 他根本是没有办法 就是按照字面的表达来理解的 所以说 就是他们呢 就是另外的寻找 他们去进一步的寻找佛陀的 这个波热经的这个内涵 就是内涵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实派的一个 了义和不了经的这个区别 那然后呢 中观次序派 中观次序派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有提到 他们是 他是按照什么 无尽 什么经啊 无尽会 无尽会经 无尽会经啊 所以呢 为实派的话呢 他这个了义和不了义经呢 他是根据这个 洁生命经 就是来抉择一个定义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呢 中观派呢 自序派和应成派 他们都是按照这个 就是无尽命经 就是无尽命经呢 的这个内容 来就是 抉择这个 什么 了义和不了义经的 这个区别 所以呢 中观次序派是 他是这样解读的 何等名为了义经 那何等名为不了义经呢 就是若有安利展示 展示就是显示或者是说明 或者是做所权 是所的话 那此等不了义经 那然后呢 若有安利展示圣意 此等其名了义经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了义和不了义经的这个区别呢 他是在于他的所权的内容 如果是世俗的话 那就是不了义经 所权的内容 他是圣意地空性的话 那就是不了义经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再念一下 这个三摩帝王经里面 那怎么说的 又三摩帝王经说 当之善事宣说 空是为了义经差别 若说有情述取去 皆知其法不了义 解释此诸义去 中观光明论说 何等名为了义 为据正量 即依于圣意之故而说 以此义除此 他人任意 不能向于导引故 不说此诸论义有的 即以正展圣意地 为主要展示品 而说如实语的契经 为了义经的体性 以正展世俗地 为主要展示品而说 或不堪认许 为如实语随意的契经 为不了义经的体性 即是所说之意 好 那佛在三摩地 网经里面呢 也有提到 就是单知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经验理解 怎么理解呢 疗愈和不了解的这个差别 上世的话呢 就是佛陀的名字 宣说空性 他在经典当中 某一个经典呢 他的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空性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了义经 视为了义 经的这个差别 若有 如果这个经教 就是教言当中呢 他最主要的内容呢 在说明 友情 或者是等等 这样的世俗地的 这样的部分的话呢 皆知其法 不了义 那这些东西呢 这些 就是教言呢 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认为是不了义经 所以这里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了义和不了义经 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在于 他们的这个所权的 就是差别 那然后呢 就是梁花界大师的话呢 他在解释 这个三摩地环经的 这句 这个寄送的内容的时候呢 也有提到 在这个中光光明论里面呢 提到 何等名为了义 为具正义 正义呢 就是 正义的话呢 正义 即 一与圣义之故 而说 就是圣义嘛 圣义 这个正义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可以 按照 自灵的表达 来理解 它的内容 这个就是正义 或者是 即 那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不仅是 可以在这个 字面 可以理解的 那然后呢 再进一步的 它的内容呢 一定要是一个圣义地 那这样的经的话呢 就是 了义经 那 以此义 除此 除了这样的一个 经以外呢 都是 不了义经 所以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那 维使派呢 它的 了义的 了义经的 这个定义的话呢 只要是 这个经典 经典呢 只要是 按照它的 字面的表达 就是 字面的表达 那 表达 就是来理解 它的内容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认为是 了义 但是到了 中光派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它是比较 严格的 再加上什么呢 不仅是 字面的 这个表达 可以理解 它的内容 而且呢 这个内容 一定是 最主要在讲 性 异地 就是空性 它就是 比较严格嘛 就是 它的这个 什么条件呢 就是比 这个还要高 就是 威士派 还要高 那所以呢 就是 叙说 此诸论意 有的 那它的 上面的 这个 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 正掌 圣意地为主 展示平而说 如实语的 谐经 为了意经的体性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分为 两个部分来讲 首先呢 正掌 圣意地为主要 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教研的内容呢 主要是在 讲 圣意地 就是空性 然后呢 展示平而说 如实语 意思就是说 在表面上 表面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可以 如实地理解 就是要具备 两个条件啊 那我们呢 用简单的方式来 表达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中观字学派的 了意经的定义 主要说明 圣意地 而且 可以按照 字面的表达来 理解其内容的 佛的教言 及 了意经的定义 就是他要具备 两个条件 第一 他的所权 一定是圣意 要讲空性 第二的话呢 不仅是 内容是 空性 那然后呢 字面上的这个表达 上面呢 也可以 如实地理解的 就是这样的 两个条件 那比如说 主要讲 这个圣意地呢 他不一定 中观字学派 他们会认为 是这个了意经啊 比如说 心经的话呢 他主要在讲的 就是空性 但是呢 中观字学派 他认为啊 虽然这个心经 在讲空性 但是 他的 按照字面 字面的表达呢 是不可以 如实地理解 他的内容 比如说 就是没有色 还有没有什么呢 色 还有什么 就是 受想形式都 字面上呢 他是这样解释的嘛 字面上呢 说就是没有武运嘛 也没有什么武进啊 等等接说吧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 按照这个字面的表达 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嘛 所以说 这些呢 都是 中观字学派 那然后呢 就是武艺史派 他们是 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然后 不了一经的 这个 定义的话呢 是 以展示 世俗地为主 展示品 而说 展示品 展示呢 就是表达的意思啊 而说 就是 按照字面的表达 可以 如实地理解 或者是 或者是 或 不堪 人 不堪 人认许 为如实 随意的 起经 为不了一经的体系 所以 第二的话呢 就是 不了一经的 这个定义呢 我们用 百话来 做解释的话 主要是 说明 世俗地 或者 不可以 按照 字面的 表达 来理解 其内容的 教言 就是 佛的教言 是不了一经的 这个定义 所以说 这个 不了一经呢 它可以分为 连种啊 它呢 在这里呢 说就是 主要是 说明 世俗地 见 也可以啊 那 见的教言呢 也可以说是 什么 啊 就是 不了一经 那 或者是 不可以 按照 字面的 表达 来理解 它的内容 的 见的 佛的 教言 它也是 在这个 不了一经的 这个范围里面啊 好 那时间呢 也刚好是一个小时了 那我们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啊 好 那有没有问题 哥西拉 我想问一下啊 那就说 后边的这个 三摩帝王经 它代表的是 这个中观自序的 还是说 就是中观的 都是这个观点呢 哦 对对对 我忘掉了 漏掉了 这是 应群派 这个应群派呢 我还要讲一下 它的了意和不了经 它的呢 定义呢 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 这个中观 不管是自序 或者是应群派 他们的依据 都是 这个什么 无尽命经 还有呢 就是三摩帝王经 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 这两个中派的 就是 他们有不同的 这个解读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 因为不同的 这个解读啊 所以呢 就是 了意和不了意经 的这个定义呢 也有所不同 所以我要在这里 补充的就是 中观应群派的 这个 了意和不了意经的 这个定义的话呢 应群派呢 它是建主战的 就是主要的 所权 是空性的 这个 佛的教言 就是了意经 比如说 波热经 就是大波热经 或者是略波热经 都是这样的 那 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啊 它最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在讲 空性的话 那这个经典呢 就是了意经 就是了意经啊 不管是 它这个字面上 是表达 就是表达什么 就是不管 这个字面的表达 反正呢 就是 它的内容 在讲这个什么 空性的话 就是了意经 那然后 它的内容呢 主要是在讲 这个世俗地 的话呢 就是 不了意经 就是不了意经 比如说 初转法轮 还有呢 后转法轮 就是 节生命经 这些都是 中观应群派认为是 不了意经 因为他们里面提到了 无我 虽然提到了 但是这个无我呢 不是空性 因为他不是在讲 就是 法无我 就是不特切罗无我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中观应群派来讲的话呢 主要的 所权 是空性的 佛的教言呢 就是 什么 了意经的定义 主要的 所权是 世俗地的 佛的教言的话 那就是 不了意经的 这个定义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刚才 你的这个问题 是什么 您已经回答了 我就说 因为刚才 就说 英诚这边 没有提出来嘛 我说 是不是一样的 就刚才问您 这个问题 他们的依据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他会提到这个 佛呢 就是在宣说 不了意经的时候 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 为众生 就是说这个不了意的这个法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提到了这个八种的什么 啊 意趣 还有 秘义 也就是说 他有一般来说的话呢 佛在讲这个 不了意经的时候 他一般都会 他一般都会透过 这个八种的方式 来为众生 说这个法 好 那我妹今天就讲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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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妹今天就讲到这了